同学们好,现在开始上课 上一节我们讲了肝的病理机制 以肝七一节为肝阴阳气血失调最基本的病理办法 详细的论述了 肝脏本身阴阳气血失调并离染病的规律 以及肝对其他脏腹的影响 肝的病肌在五脏病肌当中占有重要地位 现在我们讲肾的病肌 首先讲一肾的病肌特点 我们在讲障相学所讲肾的特性和作用之后 强调肾主必常 是指肾经异常而不一谢 二讲肾阴肾阳 为阴神诸阴诸阳之本 三在圣理上强调肾的精细的作用 根据这样一个圣理特点 就形成在病理状态下 它病肌的特点 一就虚实而言 传统上都讲 肾无实症 我们今天看来 肾脏有虚也有实 所以它这个病肌特点 尽管有实 应言是 它所表现的虚实是虚多实少 所以即使有实 总有实邪 也是本虚标实 这是它一个最重要的共性特点 根据肾主必常 肾经 以顾密而不以往谢 这样一个生理特性所决定 具体的病肌特点 一表现为生长发育障碍 二表现为生肢功能障碍 三表现为水溢代谢障碍 四表现为呼吸功能和血液功能障碍 这是肾 无论是 是气 是血 是阴 是阳 它们发生病理变化的基本规律 也就是说 肾的功能异常以后 所反映出来的病理变化 不爱上述这几点 概括起来 就虚实而言 以虚为主 虚多实少 关于肾的病肌特点 传统叫肾无实症 只虚无实 我们这里讲 虚多实少 总有实 也是本虚标实 对肾脏病肌特点 大致有这么两种看法 下面讲肾脏具体的病理变化 一叫肾虚不顾 也叫肾气不顾 又称下缘不顾 所谓肾气不顾 肾虚不顾 下缘不顾 是指肾气亏需 风肾固蛇功能 时常的病理变化 肾气不顾的病肌特点 主要表现为 风肠食指 具体表现为 精不顾 男性的 男性的 会表现为精光不顾 而出现 一精滑蟹 女性的精不顾 是指月精不顾 是因为肾气亏需 风肠私子 是充应 死于顾色 就充应不顾 结果会出现月精过多 乃至于淋漓不顾 对女性 由于肾气亏需 风肠私子的结果 不能够约束代脉 会表现为代下过多 代下清晰 注意肾气不顾 表现为代下清晰 由于肾气亏需 不能顾舌充应 充应不顾 影响了胎原 不能顾舌胎气 使胎原不顾 而会出现胎动一滑 一出现滑胎 胎动不安 身虚不顾 影响了脾胃的功能 具体说来 影响了彷徨的功能 使彷徨约束实施 表现为尿不顾 会出现尿瓶和饮尿 身气虚分风肠私子 使大肠子气不顾 就会出现长顾花托 或者是大便死尽 或者是脱光 长顾花托 把它概括起来 经 尿 便 胎 代 不顾 身虚不顾 不能顾舌 表现得风长实直 表现出这样不同的形态 这是一 遭动表现为它的顾舌能力减弱 二 表现得舌和钠的能力 就是肾不顾气的能力 就是肾 参与呼吸 为顾气之根这个功能四条 肾风长实直 实直 不能舌那肺 倾宿下降之气 会表现为舌那无力 在呼吸上表现为 呼吸困难 呼多稀少 上述这些兵力减制 就是肾虚不顾 表现为风长实直 舌那无力的结果 这是第一 我们讲肾虚不顾 表现为顾舌 舌那的功能 风长顾舌能力时长 影响到不同的脏和腹 经络 而发生不同的兵力改变 第二 肾不那气 肾不那气的病急特点 就是肾气虚损 食于舌那 表现在那气功能的异常 把这种病理变化 叫做肾不那气 肾不那气 食于舌那 不能舌那肺气 表现为呼吸功能异常 我们前面讲到肾风长狮子 它如果表现为舌那肺气无力 会出现呼吸困难 呼多细潮 我们定它为肾不那气 呼多细潮 呼多呼吸困难 它有一个重要特点的动作气喘 动作气喘 它突出特点 喘 肾不那气 第二个特点 病急特点 它常常兼有肺气虚 而表现为肺肾气虚 阳格说来 肾不那气的病理基础 是肺肾气虚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我们前面讲呼吸的调节过程 肺阻呼 肾阻那 一呼一那 阴阳和和 呼吸调原 这是第二 肾不那气 它都属于肾气功能失调的范畴 肾不那气 实在肾虚不顾 着重表现为 对肺气的舌那 异常 对这样一个病急 用肾不那气的概念 表述之 三 肾经不足 肾经不足 又叫肾经亏虚 是指 肾经亏损 功能减退的病理变化 它可以来自于先天 也可以来自后天 它的基本病理特点为 脑髓 骨骼 耳鞘 食养 二 为生长发育障碍 生肢功能减退 即胃老先帅 生长发育障碍 主要是指 小儿 生长发育障碍 生肢功能减退 是壮年以后 成人 生肢功能减退 乃至于 胃老先帅 总之 肾经亏损 它基于中表现在 处进人的生肢功能减退 处进人的生长发育 处进生肢机能常数 这两个功能的异常 说 肾经不足 精髓空虚 脑微随海 肾经不足影响到随海 可以使脑失缩阳 也可以使骨髓 可以使骨失缩阳 说肾开窍右耳 肾经充足 耳聪不明 所以肾经亏损 是脑髓 骨骼 耳窍 食痒 它可以表现为 健忘 耳鸣 耳聋 两株微远 二 肾经亏损 导致 处进生长发育的功能底下 表现为 小儿生长发育次缓 将来同学们在 二科学生就讲 无缘无持 都属于先天肾经不足 所导致的耳科疾病 它宰致于 先天禀赴肾经不足 第三 肾经亏虚 它处进生肢机能的功能 底下表现为 常人生肢功能减退 对男性 表现为 经少不欲 大家注意 这里面强调 同样是 肾的功能失调 阴阳静血失调 都可以导致 生肢功能减退 肾经亏虚导致的 生肢功能减退 表现为 男性的经少不欲 强调经少 女性的经少 女性的经少 主要表现为 经必不愿 来月经细少 乃至没有月经 不愿 这强调是 肾经不足 它与肾阴不足 肾阳虚 肾气虚 影响的生肢机能障碍 不穷不同 它机制不同 所以表现的表现性 也不尽一致 第四 壮年以后 由于肾经亏虚 本来壮年以后 经细就逐渐减小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即不加重了 肾经亏虚 就会导致 过早的衰老 表现出来 全身各脏腑功能 发生累积性的 或者叫渐进性的 功能减退 我们在后面最后一章 讲养生防止的时候 进一步讲衰老的定义 衰老的发生几次 衰老学说之一 就是肾经亏虚 根据这个衰老 和肾经的关系 在中医养生学当中 有一个补肾经学派 喜经学派 就强调补肾经 我们当前在 中医厌缓衰老的研究当中 其中一种学说 就是肾经亏虚说 从补先天之经入手 来厌缓衰老的进程 肾经亏虚 导致精不能生水 精水不能化而为血 那么也会导致血虚 当前在血虚 或者是西再生战性脾血 低中海性脾血 表现于脾血的 中医对这些疾病的治疗 除了冲脾后天入手之外 从补肾入手 主要是补肾天经 一个肾经肾气 它们的病理改变 我们讲完了 下面从肾的阴阳 来散述它们的病理机制 第一 肾阳不足 肾阳不足 又叫肾阳虚 也可以成为命门火衰 所谓肾阳不足 是指肾阳虚衰 温蜀食指 气化功能实施的病理变化 它的病机特点 是温蜀气化功能失常 生肢机能减退 并有明显的虚寒正向 肾阳为阴身诸阳之本 肾阳虚 温蜀食指 会表现出全身明显的寒相 是阳虚则寒 就是虚寒非常明显 肾的气化功能失调 肾的气化 是指肾调节水代谢的作用 气化功能失质 就会表现为水溢代谢异常 而表现为水湿谈饮停聚 乃至于水肿 肾阳不足 温蜀气化功能失调 特别是温蜀功能失调 会影响肾肠经所表现出来的 处境生肢机能成熟 这样一个功能 表现为生肢机能减退 那么肾阳虚所导致的 生肢机能减退 它在临床上 或者说它的病理表现上 与肾气虚不同 与肾经亏损也不同 一 对男性来说 表现为经冷不愈 我们前面讲 肾经亏虚的生肢机能减退 对男性来说 表现为经少不愈 而肾阳虚表现出的 男性的生肢功能减退 表现为经冷不愈 性欲减退 杨为早歇 对女性表现出来的特点 是抛功虚寒 功寒不愈 性欲减退 它的机制不同 所以它的临床表现出现象 也不完全相同 同样的功能失调 机制不同 表现出现象就不同 说脾阳跟于肾阳 说肾阳不足 加重了脾阳不足 最终形成脾肾阳虚 表现为脾蕴化水骨筋位的功能失调 突出表现为 蕴蕴 肾阳虚的蕴蕴 表现特点 叫五更蕴 每天早晨起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腹蕴 有个时间的特征 什么叫了五更蕴 将来同学们在学蕴蕴的时候 那么进一步去学习 五更蕴蕴 它的临床特点 它的病例机制 就是脾肾阳虚 将来学习方济学 四神丸 就是治疗五更蕴 代表方济 如果不表现为 这样一个时间性非常强的 非常鲜明的蕴蕴 常常表现为夏丽轻骨 它可以没有时间的特征 所谓夏丽轻骨 是指造大便的排泄物 水和魅消化的食物混搭到一起 中医描写这个大便的形状 叫夏丽轻骨 夏丽轻骨 像这样一个症状 立刻会想到脾肾阳虚的机制 这是脾肾阳虚 就是肾阳不足 下面讲肾阴不足 肾阴不足 肾阴不足 又称肾阴虚 肾阴亏损 或者肾阴亏虚 规法里讲 就是肾阴不足 肾阴虚 肾阴虚的 是指肾阴不足 肾阴不足 肾阴虚 虚热内生的病理变化 肾阴虚的病基特点为 阴亦精血亏少 虚热虚火内生 所以肾阴不足 由于阴亏思阳 使阴精亏少 它表现的特点 形体消瘦乃至于累少 就是肌肉的消瘦 肾阴不足的时候 它会有肾阴典型的症状 腰虚酸源 它的特点是形体消瘦 肾阴不足 除此之外 由于阴虚火旺 阴虚内热 它有非常典型的虚热内生 得改变 这个虚热内生 就表现为五辛凡热 或者手足心热 讲到这里 需要说明的 我们中医病基学里面 常常说阴虚阳虚 阴虚最一般的特征 本质上 实际上 将它五辛凡热 手足心热 全红 倒汗 舌红 卖细缩 把它 这一组症状 作为阴虚内热的 阴虚的最一般的表现 我们讲到这里 就可以知道 本质上实际是用肾阴虚的典型改变 作为一般阴虚的 病理变化所表现的表证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 肾阴为阴虚 朱阴之本 最典型的阴虚 最一般的特征 强调肾阴战者 在全身阴虚当中的重要作用 就这个意讲 可以理解 为什么中医文献 一讲阴虚内热 讲到阴虚火旺 总是 用手足心热 无心凡热 全红 倒汗舌红麦西硕 来描述他们的病理的表证 阴虚内热进一步发展 出现阴虚火旺 这个阴虚火旺 一可以表现为虚火上烟 就那个全红 面目红热 全红 是阴虚火旺的一般特征 如果深阴虚火旺 它有骨增潮热 还可以出现 虚凡扫媚 到了虚凡扫媚的症状一出现 实际上就是 肾阴虚 余下 心火抗一上 实际上是 心肾阴虚 阴虚火旺 那个心肾不交的改变 将来学习三哈论 哨音热化症 虚劳虚凡不得免 黄连二娇汤主子 他把那条条文 把它抽出来 他那特殊症状 就是虚凡不昧 心烦睡不着觉 手足心热 除此之外 阴虚火旺 还会导致 肾的心火妄动 表现为 人的性功能法案改变 特点表现为 性欲抗尽 超过了正常生理的限度 把它叫做 相火妄动 前面肾阳虚 性欲减退 肾阴虚 性欲抗尽 解释肾阴虚导致的性质抗尽 是用肾阴不足 像火妄动 来解释的 这就是肾阴虚 肾的精气 阴阳 所产生的基本病理变化 刚才我们讲 传统的讲 肾五十丈 所以我们上面讲 都没提到 肾有实证 可是我们这里强调 肾有成印 肾有实证 但是强调 虚多思少 那么所谓肾的实证 是指什么而言的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肾脏肿瘤 肾有解释 解释 我们讲的是病理产物 那么是实事实语呢 它会表现腰痛 腰为肾之福 就中医来说 我们按照中医的病理机制 病理机学说理 定为在肾 那么是虚和实识呢 它剧烈疼痛 而且会排除尿识 显然 那中医应该把它定为肾的实证 但是正是因为传统讲 肾脏肾主封肠 肾经以固色密藏而不应往事 强调肾脏虚多 就这个意义讲 所以常常解释它 叫肾虚 先加肾虚 然后再说有欲学 又解释孙战 解释 中医解释 从尿道排出来 把它定为彷徨实识 所以解释为肾虚而彷徨烈 既不说单纯肾虚 又不单纯说肾实 本来是实证 却说它是肾虚而 彷徨实识 那么这样的 就是既符合中医传统讲 肾无实证 同时又正确地解释了肾虚的实证 但是毕竟是 就病理变化的反应的 多管而言表现的现象 毕竟是须多时少 所以尽管出现实证 所以尽管出现实证 我们中医传统认为 那个腰痛 剧刺痛 排除尿石 把它叫肾虚为本 那个尿石为标 所以尽管 比如用清热力丝 来制尿石 也常常把 补肾的药物 加入到房间里面 那么这个理论依据 就是根据肾虚而 有食热 那本虚是肾虚 标识 或者是瘀血 或者是食热 从两个不同方面 强调肾脏病急的特点 如果仅仅强调 肾虚有虚症 有虚无 过去的文献讲 说肾无食症 还要进一步强调 有虚无食 那么有痛 刺痛 有瘀血 有结识 定位在肾有病 终于统统定位在肾有病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没有法解释 你强调有虚无食 那么这个病 这种病的变化 从理论上做何解释呢 关于虚多思少 总有思学 应言是本虚标识 从诸病原喉咙开始 就已经有了明学的记载 就是因为肾命学说 发展而来 强调肾经在人体的重要作用 过分地强调 肾只能补 不能陷 强调保护肾经的 在生命过程中的重要意 就根据这个学说来的 强调肾无食症 有滋补不陷 在治疗上强调滋补不陷 这是根据肾命学说来的 第三个问题 我们讲肾与其他 政治的关系 肾的精气阴阳四条 说肾阴肾阳 为阴神诸阴诸阳之本 因此肾有病变 一 按照肾 有肾的病变 可以累积到其他丈夫 引起其他丈夫阴阳气血死掉 一 二 肾有病 也可以加重其他丈夫原来的病变 肾和心 我们前面讲心和肾理关系 病理演变的关系 它其中表现为心肾阳虚和心肾阴虚 如果肾足水的功能 肾虚水泛表现非常突出 肾阳虚 气化功能实施 以水代谢的病理变化表现突出的话 那么就会出现肾水上灵与心 这个病急演变过程出现了一个结果 用水气灵心来表述它 它的特点 不仅是肾 还有肾 肾定为了心 肾定为肾虚水泛文肿 在此技术上 还会演变为 色肺 那就是肾水 灵心色肺 由肾虚水泛 累积了心 累积了肺 那么不仅有肿 有肌 还有喘 将来同学们在学习水肿的时候 水肿的末期 常常会出现这种非常严重的病理改变 用中医药来治疗 西医的 慢性充血性心衰竭 就是根据肾虚水泛 灵心色肺 慢性肾虚水泛 慢性肾虚衰竭出现肿 肾虚水泛 灵心色肺 这样一个机子来认识它的 肾心肺 从这场入手来治疗 肾气不足 我们前面肾气不顾 累积到肺 最后形成肺肾气虚 构成了肾不那气的病理基础 肾不那气从肾食舌那的角度定义它为肾不那气 肾气不顾的结果 实际上可以从肾本身发生病变 也可以从肺气虚而来 最终结果形成肾不那气 但是本质作为丈夫来说是肺肾气虚 脾 主要是肾阳虚不能微醺脾阳 导致脾肾阳虚 肾的阴阳气血失调 主要是指肾经和肾阳影响到肝脏 为什么强调肾阳 肾经对肝脏的作用呢 又回到我们前面讲 以轨通缘 其中有一个 一个是水能寒末 二 精血通缘 由于肝肾的关系 在肾水肾阴和肝阴之间的关系 是肾经和肝血之间的关系 根据仪轨通缘和精血通缘 根据这样一个理论 在生理上表现在病理上 说肾经不足肾阴不足 影响到肝脏 主要表现肝阴虚 或者是肝肾经血亏虚 肝肾阴虚 它阴虚的症状就表现突出 而精血亏虚 主要表现营养如孕作用 阴血功能底下 不表现出明显的热效 阴虚属于阴虚范畴 但是又不像阴虚那样 有典型的阴虚内热症状 所以从兵姬学来说 肾的精血亏虚 或者说肾经亏虚和肾阴虚 同属阴虚 那肾经亏 不表现出来 像肾阴虚那样 典型的虚热的正向 用这个区别两者 再有肝肾经血亏虚 表现为除了生殖功能障碍之外 再就表现血虚的障碍 把它叫精血亏虚 那么定是阴虚还是精血亏虚 除了它表现的病理现象不同之外 从寒热的属性 同属阴的属性 就看虚热 典型不典型 如果在精血亏虚的技术上 又除了典型的阴虚内耳的正向 那不仅损伤了精血 也损伤了阴虚 那么精血阴虚亏虚 这就是肾的阴虚和精血亏虚 或者说肝肾阴虚和肝肾经血亏虚 它们的病基上 它们的联系和区别 这在临床也同样需要区别开来 这个在病基上区别开来 在临床治疗的时候 用药是不一样的 将来同学们学习中药的时候 才进一步讲起 补肾天经的药物 和滋补肾阴的药物 是有阳格区别的 无论是性和味 是有阳格区别的 那么正因为临床实践是这样 所以我们在理论上 必须把量的区别开来 如果混同一起 这个理论 就没法指导临床实践 不仅不能制造辩证 更没法指导处方前药 肾于彷徨相标里 肾的气化 决定彷徨的气化 那么肾需彷徨气化实施 就会使彷徨气化的功能 发生改变 也就是说 使彷徨的开合实施 表现为尿液的排泄 出向异常 这就是上面所讲的 就是肾的阴阳气血失调 与其他丈夫的关系 他对其他丈夫的影响 将来同学们读难经的时候 读虚神病的时候 就会进一步去躲 因为在虚神状态下 可以从不同的丈夫先开始 最后 累积到肾 所以我们讲肾的 一样气血失调 那么肾阴 肾阳为阴神 诸阴诸阳之本 正因为这样 无论是从心开始 或者是肺开始 或者是脾开始 或者是肝开始 其病之死 分别始于心肺脾肝 但最终的结局 最终的结局 要穷于肾 所以久病必穷肾 终于需要这样一个理论 久病必肾肾的理论 就是它演变的结果 由于肾阴 肾阳 为阴神 诸阴 诸阳之本 这个理论决定了 久病必须肾 也没规律 因此我们前面讲 那个王阴 王阳 就丈夫病姬来说 阳哥来说 那是王肾阴 王肾阳 将来学习方济 学习中药 看回阳就腻 你看看那个药里 都入哪经 就可以理解了 这就是中医脏腑病肌学 武脏系统的病肌 我们讲到这里 这是脏腑病肌里面的重点 学习这一部分内容 一 要明确 我们在这里面使用这些病肌学的术语 它是有阳格的内涵的 也就是说 某一脏腑的气血阴阳失调 出现了某一种病理机制 并非是 这一脏所有的生理工程都得异常 都得表现在这一个概念里面 而是 有不同的区别 所以我们学习 脏腑病肌的病肌学概念 一更严格地区分开 他们之间的差异 找出他们之间的联系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要把脏腑病肌 散出清楚 也只有此 才能够正确地 学好中医症候学 才真正能做到 在正乎学当中 真正做到鉴别症候 真正做到辩证精细 此概念进一步清晰 在五脏病肌当中 肝是最难学的 一个大题 肝为五脏之贼 你可以考一个博士 可以拿博士学位 这个理论 从理论说明它 那么从实践说明它 这是非常好的题目 非常复杂 那么五脏当中 以肝复杂性 难学以肝为罪 上面我们再一次强调 学习五脏病肌的重要性 同时又进一步强调 分清楚 丈夫病医的基本概念 划清他们之间的内涵和外涵的界限 既掌握病肌一般的变化规律 同时又掌握每一种不应理机制 它特殊的变化规律 在这个基础上 掌握的变化规律 一 自身的变化规律 我们举上一节旅肝的变化规律 讲的那是最基础的代表 除了自身的变化规律之外 还要掌握 这一仗和其他丈夫之间的病理上的变化规律 那么从点到面 从局部到中体 用阴阳气血失调的观点 来分析每一仗的病理演变趋势 达到这个程度 才叫做真正把丈夫兵肌掌握 这是一 还需要说明的 按照阴阳对立忽根这个理论 在气血表现为阴阳忽根的理论 如果分析丈夫气血阴阳失调 应该是按这四字都能出现 在兵肌上 按照现行的丈夫兵肌这些概念 肺 我没讲肺阳虚 也没讲肺血虚 提出个问题给同学们去思考 肝 我强调是肝食俗泻的表现 肝气愚洁肝活上炎 而讲肝阴血不足 没讲肝阳虚 阴阳气血四条 没讲肝阳虚 那么这就在中医理论当中 和病激 尤其是病激学当中 学尔未解的问题 尽管现在在学术界在不断地讨论 来认识肺阳虚 来认识肝阳虚 但是至今 上难以 对他的概念的内涵外怨 做出界限 进行界定 散述肺血虚 肺阳虚的 以及肝阳虚的 发病机制 以及他在临床上的指导意义 尚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我也没学习到这个程度 我诚意有这个 而且也做过了研究 但是现在还达不到 像我们上述讲的 每个病激学概念 能够在说明上 说得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所谓 说明说得清楚 这个讲的每一句话 每个原理都和临床实践 一 解释实践的一个病理现象 二 指导这种病理现象的治疗 是统一起来的 但是就肺血虚 肺阳虚 肝阳虚 现在还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是我们的现行教材里面 无论是诊断学 病激学 这个概念那么很少提到 偶尔能在学术讨论上 在杂志上的文章上可以发表 那么解释他们 解释上述肺血虚 肺阳虚和肝阳虚 解释他们的规律的时候 也有从他们生理特点 解释也有从其他学术解释 但是我认为论据都不是那么太充分 也就是说这个概念到现在既定的非常清楚 上面有成熟的这个程度 给本科生教学它有一个最基本要求 必须是把学术上目前已经基本成熟的东西 而且得到学术共同体共识者 方能在本科学上来检查 来讲授 刚才我提出这些概念 如果作为严谨生教学 老师就可以充分展开探讨 把历代一家中医文献上 对这几个概念的不同的学派 不同的观点 他们的论点 论据给学生讲清楚 但是不是本科生教学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在这墙提出这几个概念呢 同学们的本科生 同学们听完课以后 也会提出这问题 按照阴阳和谐阴阳对称 它俩应该对称的 一阴阳 按这样一去分析 病基的概念的时候 就少了一些内容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这些差异 我相信随到中医理论研究的 不断地往前发展 最后那么这些概念 终要建立起来 下面讲第二个部分 叫六腑病基 六腑病基的重点是胃 重点是胃 其他的内容做个一般了解就可以 六腑的生理特点 六腑与通为用 传话无耳不常 因此六腑的病基特点 就表现其中表现为 传话无耳不常 气疑通与不同化 第一个讲胆的病基 胆的病基特点 八个字 胆时俗泻 谈热咬心 它的具体病理变化 一 胆时俗泻 胆时俗泻决定于肝的肝食俗泻 所以肝食俗泻影响了胆的俗泻功能 造成胆时俗泻 在这里面胆的病理变化 胆时俗泻 主要是指胆之排泄障碍 就胆之欲击 临床这种病理变化表现主要是黄胆 胆时俗泻 在这里面讲胆之排泄障碍 胆之欲击 它表现为一个食症特征 肝胆湿热或者肝胆寒湿 以湿热为多 将来同学们学习黄胆 湿热就是阳黄 寒湿就是阳黄 就是肝食胆食俗泻以后 形成这个病理因子是湿 那么可以从热化 也可以从寒化 从热化就表现为阳黄 从寒化就表现为阳黄 二叫胆气不足 是个虚定 胆气不足 是胆阻决断的功能底下 习惯上有胆气不足 又称胆虚气阙 胆虚气阙 它的机制是胆阻决断的功能底下 决断无力 它表现的病理表现的特点 精和剂 经和剂 凡不昧 就是心记一经 虚凡不昧 噩梦分云 这个临床表现 我们解释它 虚凡不昧 噩梦分云 它可以是其他丈夫 发生病理改变以后 影响到心神了 那么用心记一经 用一经 来界定这个虚凡不昧 噩梦分云 宅自于胆气不足 胆虚气阙阙 所以 我的肝胆相称 这个肝胆相称 这个勇敢乃成 将胆力涌却 就是胆力功能 绝对上表现的涌却 精 记 害怕 胆却欲精 第三 这个是最有实用意义的 叫胆欲贪咬 胆气欲结 实际上是肝气欲结 前面我们讲肝气欲结 谈气焦灼 谈气焦结 是气欲生谈 它俩一个极字 这个是胆气欲结 实际属色 而情 欲而生谈 这个谈和这个欲 最终 谈和气焦组在一起 欲而化热 轻者为谈热 渗者为谈火 由胆气的欲结 形成的谈 热 火 作用到哪去了呢 实际还是胆嘱决断 和人的神明有关 曾作用于心 作用于心 经济不宁 突出特点 将来学习方济学 温胆汤 可以自睡不着觉 害怕 噩梦分圆 将来学习内科学 是不媚 或者少媚实媚 用温胆汤 来治疗 温胆汤 那个 理论的依据 就是谈热咬心 或者说谈火咬心 热相不明显 就叫胆 胆欲谈咬 有热 有热 甚至热生活 转化为火 那就谈热咬心 或谈火咬心 正因为这样 温胆汤 还有一个 在此技术上 热相和火相 明显中 还有一个黄莲温胆汤 至于说 火热用温 怎么叫温胆汤呢 将来同学们 学习方济学 是老师给讲那个温字 老师讲说 谈火咬心 谈火咬心 应该清 不能叫温胆汤 应该叫清胆汤 你为什么起个温胆汤 这个字很有学问 将来同学们 在学习 方济学的时候 老师再给讲 这只课到这里 休息